真的非常的脆 还在外面夹 大家好 这里张雨菲不是 小雨菲 仔细算算已经有4320分钟 没有出来拍摄了 内心属实有点小愧疚 今天带你们去吃这家店 是朋友的店 之前我去吃过几次 这是他的第二家店 他开店的时候呢 我也给他了一点小支持 但由于我经常拍摄 我工作也比较忙 后面就没有什么过多的参与 但是我觉得这家店里面 有几个菜 我觉得味道还是不错的 所以说我想拍给你们看 如果大家觉得口味上和服务上 有什么可以提升的话 可以后台私信我 到时候会跟老板沟通 我们一起提升 今天我们就一起去 简简单单吃一点 你们看 就是这一家 是不是名字还挺好听的 大饮室 今天生意这么好吗 要排队吗 要排 一个人一个人 他里面生意真太好了 所以导致我今天也要排队 等一会吧 哦对了 之前我总是觉得 让你们猜我今天带哪个儿子 总是缺少一点互动性 下次你们见好不好 就是你们在评论区评论出 下期你们想看哪个儿子 我看评论区哪个颜色比较多 我就带哪个儿子 你觉得这样怎么样 今天咱是老徽转 你们猜我今天带哪个儿子 带了你们最喜欢的小徽 猜对了吗 因为他这家店的定位是 江浙小吃 所以说会有很多油炸的小吃 所以我准备点很多油炸的 点个全家福炸物 童年鸡架骨 马师傅家传拌饭 丈母娘前虾 这是一个凉菜 麻婆豆腐炖海参 牡蜜跑蛋 他这边有他第一家店里面的一个单品 高乐高 点个高乐高 你们有没有感觉就是有一种孩子长大了感觉 我很好奇你们现在在看视频的 小伙伴有多少人是看我从1万粉丝到10万 10万到百万的 甚至还蛮励志的 从0到10 然后10到百 然后现在就是说都有自己的一点小产业了 但是我得声明一下 虽然说这家店我有支持 但是我真的没有参与这家店过多 因为我自己忙得很 根本就没有时间来管这个东西 所以我得听一声声明 如果说你们日后来吃的 觉得口味上或者说服务上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你们就直接说没关系的 反正我的要求很简单 就是要求你我都客观一点 口味上服务上有什么需要提升 你们都后台可以私信给我 我会跟老板沟通 到时候我们一起提升好不好 这是我的吗 好谢谢 然后我忘记给你们拍这家店的整体环境了 我有一点激动 然后我已经忘记了 我给你拍哦 看 它这边有它的一块小黑板 然后这样 是这样的哦 然后这幅画是我送的 你们就要忘开 先上来到凉菜 我们看哦 丈母凉甜虾 我们看 就是那种甜虾 但是用了那种糟乳的做法吧 你看 就这样的日式甜虾 还要吃 这里面 我感觉应该放了那种腐乳 就是那种红色的腐乳 因为它里面有非常浓厚的一股腐乳 它里面有非常浓厚的一股腐乳 所以它整体口感就是非常软嫩嫩的 哎 这是我点的饮料 高乐高 就我们小时候喝那个泡的那个高乐高 冰的还挺好喝的 以往吃到的甜香它其实有点糯仔 这个甜香吃起来往而有一种果冻的感觉 滑的一桌一下它肉一吸出来 就四六下就直接滑到你的胃里去了 没有一丝阻力 它的形式其实有点类似潮汕的生烟虾 应该是它的清洗 那我还点了一个童年鸡架果你们看 总共是三串 你一串我一串他一串 但儿子跟我说他今天嗓子不舒服 所以说我就替他吃一串 它的味道就是你小月四年级 不想吃午饭 你就想去吃校门口排队最多人的那一家 炸串摊里面的鸡架果 它这个酱真的是童年的味道 肉还蛮多的 它的整体风味是甜鲜味的 它这个鸡架果肉质在比我沈想中的多 这个鸡架果的主人一定是一只肥鸡 真的 我们小时候吃那个鸡架果 它基本就是吃鸡架上除了调料的味道 你说是不是 你还记得你小月门口那家排队排的最多人的炸串 那叫什么 这叫什么 谢谢这个 你们看哦 还不得好蜇牛 这个收藏就可以送一餐 可是店里面有个小福利 这个是牡蜜跑蛋 我有一些螺丝放里面的炸蛋 就是有点滋 它的味道有点像你爸烧或者你妈烧的一个摊蛋 因为我们宁波话说的肯定就是煎蛋的意思 那我觉得这样吃味道就很单一 身为一个美食博主 随着携带一包中午吃剩的麦德劳酱 应该不过分吧 希望此刻我能让你们刷了一句弹幕 这就叫专业 我蘸一下这个酱 因为它这个蛋里面放了很多的这个母粒 这个母粒的汁水就渗透在这个蛋里面了 吃起来我感觉这个油腻感并没有特别强烈 现在我来吃一下这个 炸五拼盘 这个是一整个炸五拼盘 你们看 这个是四鸡豆 然后炸花菜 这个是中式炸鸡 然后这个是炸五 我来先吃一下它这个炸鸡 这个中式炸鸡 真的非常的脆它的外面炸鸡 唯一训练我认识它的炸鸡没有跟肉骨得非常紧 就像那种韩式炸鸡 你一会儿它就是它资格都坐下了 它的炸鸡也很脆 刚炸好的炸鸡哦 它的外皮真的非常酥脆 而且它里面的肉又嫩又多汁 所以这个炸鸡做一个单饼般也好吃 你们觉得炸鸡看起来好吃吗 我想你们来吃应该不会像我一样点那么多炸物吧 这个是油腻的这是务中治理的炸藕 如果说开一下炸鸡店 这个藕绝对是湿的 这个是要把前三的单饼 这个是炸花菜 我前一次来吃我觉得这个花菜是最好吃的 但是今天我觉得这个藕和炸鸡才是最好吃的 因为当时来吃它把这个花菜的这个叶叶炸得非常非常酥脆 但是我感觉今天这个炸花菜确实不如炸藕 吃藕丑 定日省聊张云飞变丑 我加上这个酱 我之前我经常看到就是说 有些小伙伴去吃我达卡锅的餐厅觉得不好吃 然后就说我是一个不挑食的人 这点我却得承认 就是我从小到大成长的过程中 其实都没什么过于挑食东西 唯一不吃东西就是一个生的番茄 剩余果我是不吃的 因为我觉得不太好吃 我接受本的味道 但你们成长的过程中 有哪些蔬菜你们是不吃的吗 会说什么食物是不吃的吗 我朋友还就不吃四季豆 不吃青椒 不吃萝卜 而且很奇怪的一点是 他不吃切成块状的萝卜 他也不吃切成片状的萝卜 他只能吃切成丝状的萝卜 这是我觉得最奇葩的四季豆 吃了这个炸鸡吃了这个藕以后 真的感觉吃这个四季豆 索然无味 然后这个店它是五月份开的 从五月份到今天 你们觉得这家店卖的最好的一个菜是什么 你们大胆猜一下 这原来是一碗饭 这原来是一碗饭 它叫做 马师傅拌饭 这个饭它其实有点效仿于东北老师拌饭 相比东北老师拌饭的话 它就没有这么重口味 因为东北老师拌饭 我之前看到 还要放青红辣椒 然后蒜泥 还要放午餐肉 而这个里面放的是香肠和一个荷包蛋 吃一小口 吃这个饭的时候 我总是能想到 我之前看过的一本漫画里面 一个角色的一个招式 百炼城市里面的初始见法 我认为它用了一个非常朴素的食材 然后搭配起来就是一个非常美味的味道 非常奇怪的感受 我还点个这种外味麻婆豆腐 哦 还没 能吃到海参 但是我得说实话 这个不是真正的那个肉海参 这个是肚海参 真的海参 这个海参的口感 已经接近于那种 魔鱼豆腐的感觉 就是比魔鱼豆腐更加紧实一点 它已经非常努力地想去模仿 肉海参的味道 但是终归还是会有一点小差距 但是已经很接近了 然后我也吃的差不多了 就是这么一家很普通的小店 我觉得有一些单品我觉得味道还可以 但是我觉得没有好吃到晕厥那个程度 然后也就是这样一家小店 我能想到的一个比较好的来吃的场景就是 如果大家来杭州 或者在杭州看完大麦livehouse的时候 想吃夜宵 不妨可以考虑一下咱这家小店 然后我也来杭州快四年了 我个人认为我目前所做出的成绩 也能勉强打一个即可分 你们说是不是 我现在有很多小伙伴 就是从我一万粉丝到十万 一到一百万的 对吧 我当下所做出来的成绩 让你们打分 你们能打多少分呢 好也希望你们能打分 好吧 然后那么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感谢各位收看这里 看着开心 别忘了有个小张点关注 还有点击表示档 然后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希望大家可以多点赞 让这个视频可以让大家看到 好吗 谢谢